欢迎收看今天的宝贝小厨生 我是萱萱 最近天气冷了 很适合在家里煮热的汤给小朋友喝 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位很熟悉的主厨 一棒来到现场 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做出简单又好喝的 乔达浓汤 我们请到的是一棒吴姓如你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另外我们请到两位小帮手 将军 江南 你们好 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蛤蜊乔达浓汤 对 将军 江南在家里会不会喝浓汤呢 会 喜欢吃蛤蜊吗 你吗 那这样今天一定会很喜欢喝对不对 嗯 好 那我们就请一棒姐姐来教大家怎么做咯 好 蛤蜊乔达浓汤 需要的食材油 蛤蜊 橄榄油 法国面包 面粉 牛奶 鲜奶油 西洋芹 马铃薯 洋葱 那今天那个蛤蜊刚才已经先烫过对然后那个汤呢就要留着因为等一下就是我们的汤底 不过一方我请问就是说像我在家里煮蛤蜊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先有个动作先让它泡在水里让它吐沙 但是我往往做吐沙这个动作去烹煮之后还是发现某些蛤蜊里面有沙耶 我觉得因为它是它多多少少有一些可能它在吐沙的时候不完整 有些它在比较下面啊 它可能被上面的牙组了 所以它可能比较打得不够开 或者是说你下次尝试时间稍微再拉长一点点 然后它们吐完之后呢 你要煮之前再用清水用牙刷把它稍微刷一刷 这样子可以再把一些 需要再牙膏吗 不用了 可以再让一些那个没有吐好沙 可能或是它有时候是外表有沙 不是它里面的沙 吐沙 吐沙就是它这个蛤蜊里面 它们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们就是会有沙会到会 因为它闭起来的时候 可能它就吃到一些有含沙的水 所以我们要把沙吐干净 这样子我们煮出来的汤才不会有沙在里面 那那个就是煮好的汤 你刚才它吐过沙 那那些汤里会不会有沙 这个因为它已经吐好沙了 所以我们煮的时候是没有的 那如果你看到汤就碗里面 还有一些沙的话 那你就稍微把它滤一下 好 它就会把沙给滤掉 那像是说我们现在用的分量嘛 就是说这些蛤蜊跟 你现在煮出来的汤 你要怎么拿捏 有时候我们如果水加太多的话 它可能就是鲜味不够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浓汤 然后浓汤的话它除了这个汤底之外 它还会再加上 所以这个汤的水 我在煮的时候 我是故意会放比较少一点 不会像我们在喝蛤蜊清汤的时候 放比较多 我可能就是稍微盖过我这个蛤蜊的量 因为这样它煮出来会比较浓 味道比较重 好 现在就要先请你们帮忙把这个肉 给先从壳里面拿出来 放在这个盘子 要用叉子还是用什么 这个直接用手就可以 用手啊 对 然后在这同时 我就先来切一下 等一下要用的洋葱跟芹菜 好 你的壳要放哪 就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放边边 你看 就掉在盘子上 好香 我想吃了 我想偷吃 人家都已经没有蛤蜊可以煮汤了 它不会流眼泪吗 不会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 我看到你准备的洋葱跟芹菜 对 那我先拿一个 这个是汤的 汤底的蔬菜 哇塞 我的口袋 这个 好 现在给菠菜 都不吃菠菜 现在那个会烫吗 就是说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蛤蜊是熟的 那一会儿做浓汤的时候 你还要再加到浓汤里面煮嘛 会不会最后 其实你只有喝汤不吃蛤蜊 因为蛤蜊其实都已经煮到很 很熟很硬了 刚才在煮蛤蜊 稍早在煮蛤蜊的时候 它们全部打开了 我就立刻关火 把它们捞起来了 可是立刻捞起来 它不是会比较通通的吗肉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在煮浓汤的时候 是最后最后 其他的菜都已经煮熟了之后 我们才放回去 然后让它加热 这样子就不会吃起来太 就是那个蛤蜊会硬硬的这样子 还有吗 还有 所以是羊叉要切成小块状 对 然后还有芹菜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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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啦 所以以上在家常会煮这道汤吗 冬天的时候 因为它很有饱足感 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就可以 配点面包 就可以当一个正餐吃了 那如果说你喜欢再丰盛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加入 这样子会变成一个海鲜 综合海鲜冬汤这样 稍微把它炒上色 洋葱炒上色这样子 你现在要把它拌炒到全熟吗 我要先稍微让它炒软一点 然后等一下要做一个 然后之后再加汤的时候 这样煮它就会变得比较浓长 好 我想吃了 我想偷吃了 人家都已经没有隔壁可以煮汤了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 我看到你准备的洋葱嘛 跟芹菜 对 那我现在 这个是汤的 汤底的蔬菜 哇塞 这个 所以以上在家常会煮这道汤吗 冬天的时候 因为它很有饱足感 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就可以 配点面包啊 就可以当一个 当一个正餐吃了 那如果说 你喜欢再丰盛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加入其他的海鲜 比如说 一些白鱼啦 鱼块 或者是 这样子会变成一个海鲜 综合海鲜冬汤这样 为什么它会黏在这个这样 为什么它会黏在这个地方 你们有留五个吗 一 二 三 四 五 为什么留五个 等一下要装饰用的 它这个要是要连在两边 那就留它吧 那现在我要来炒蔬菜了 还有一个在这 这边 所以有六个 在这里 你确定吗 一 二 三 四 没错了 我们就先放橄榄油 然后把洋葱跟芹菜一起放下去 你们等一下要来帮忙拌炒一下吗 我会烫到吗 可能油会稍微静下一下 要小心一点 稍微把它炒上色 洋葱炒上色这样子 蔬菜会稍微炒软一点 对 好多 我来说 现在已经有味道了 煮到几个忘了 三 四 你们要看有几个吗 八 九 十 你现在要把它拌炒到全熟吗 我要先稍微让它炒软一点 然后等一下要做一个 所以等一下会先撒一些面粉 然后之后再加汤的时候 这样煮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 好 三 四 三 六 三 八 四 十 四 二 四 四 四 六 十 八 五十 五二 五十二个 五二再加五个 四 五十七个 所以总共五十七个吗 对 我现在要准备加面粉了 好 面粉的量要加多少 差不多一到两汤匙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样把它撒在里面 这个 上面有写一汤匙 我们加两汤匙 好 然后这时候要赶快把它炒一炒 不要让它结块 那这马铃薯什么时候要加 等一下我就要加了 我等一下先把面粉都炒不见 炒消失之后呢 我就要加 先加汤 然后再把马铃薯放下去 好 这皮也有味道而已 这个味道 好 好 我们来把蛤蜊汤倒下去 为什么不把全部都倒下去 因为还会 它现在倒下去 因为之前我们有炒面粉 所以呢 怕它一下子会结块 所以先放一些下去 先稍微搅一搅之后呢 我再把其他的倒下去 确定它没有结块 我再把它倒下去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马铃薯也放下去 然后现在就让它煮 煮到马铃薯有煮熟 有可能会把它马铃薯煮成泥状吗 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一些人其实喜欢 他的汤很浓稠 所以他会故意把他的马铃薯 煮到烂掉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的里面的汤 因为马铃薯的淀粉 就会在汤里面 它就会变得更浓稠 那这个时候其实 你可以少放一点鲜奶油 你可能热量就可以少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有放面粉在里面 所以它在煮的时候 你不时要稍微去搅拌一下 因为它只要接近沸腾 它的汤就会再浓稠一点 所以下面在搅拌的时候会 觉得会有越来越浓稠的感觉 好 所以大约这样要煮多久 马铃薯看你的切块的大小 如果你切比较大 因为有人喜欢大一点嘛 所以那它可能就要煮 二十到半个小时 那如果软薯切小一点的话 它就会比较快 没有想要来搅拌一下 这样子就不会油不会喷起来 有 对 就不会喷起来 你先 因为我需要有人帮忙 因为我手有点酸 好 我要准备 有没有 但你有没有觉得它 在搅的时候有点 好像推不动的感觉 就是要搅到推不动就可以了 也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蒸稠 所以你要稍微要搅拌它 不然有时候下面 如果你的锅子 锅底比较薄 它可能下面就会焦掉 刚刚有两个马铃薯 有两个马铃薯 有两个马铃薯把它们分开好了 所以刚刚你也讲到说 马铃薯的切块 也影响到我们什么时候煮熟 对 那在这里就是说 你会不会有 就是说特别把马铃薯 切小块一点呢 如果我赶时间的时候 我会把马铃薯切小块一点 那你要怎么检查它熟了没有 通常的话你就是拿一个小刀子 或是一个 那个一根筷子去擦 它如果已经可以擦过去的话 那它就已经是熟了 对吧 它已经在冒泡 那我们现在要加 好 我们现在帮我拿鲜奶跟鲜奶油 好 这是鲜奶 你要帮忙倒进来吗 好 可以吗 全部倒进去 就是说鲜奶跟鲜奶油都要加 就是有没有是缺一不可吗 没有 鲜奶跟鲜奶油是因为 我觉得它这样子的浓度是刚好的 因为全部都是鲜奶油 喝起来是很味道很重 没错 可是我觉得会太腻 这个也全部倒进来 然后如果只有鲜奶呢 就感觉又有点淡了 所以我就一拌一拌 但如果你家里真的其中 只有其中一样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再做调整 如果只有鲜奶油 可是你不喜欢太油腻的感觉 你可能就 堆一点水 堆一点清水 马铃薯的皮好像香菇 很像香菇 马铃薯的皮 真的吗 颜色吧 嗯 好 换你 你的手也酸了吗 没有 然后因为那个蛤蜊本身它有鲜味 然后它也其实有点鲜味 所以等一下再调 这个一定要 边调味要边长 因为不然有时候你眼下太多 就会太咸了 好 它还没有滚 我们要让它滚 因为刚才我们加了冷冷的鲜奶 跟冷冷的鲜奶油 所以你要让它滚 但这样它才有杀菌 我要想吃了 好 快可以吃了 再等一下下 等不及了 等一下 等它这个滚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蛤蜊放下来 这个可以吃了 那个没有熟 不行啊 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 这个可以吃 装饰 但是这等一下我们可以拿来做装饰 这个要加吗 那个是盐 我们等一下再加 我们把蛤蜊放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来调味 等一下我们把叶子 就放在那个汤的上面 好 手会热热的 手会热 对啊 因为它的温度越来越高了 这带什么菜好像吃过 这是芹菜 这是西洋芹 好 你看一下 有滚了吗 旁边有冒泡泡了吗 一点点 好 那你要去帮我拿蛤蜊 好 好 我们就把蛤蜊全 你们确定有留喔 有啊 我拿去了 对 有 冒泡泡了 对 冒泡泡了 然后我们要先撒一点盐 然后我来尝尝看那个味道 会不会太咸 要撒多少盐 因为那个汤是很 所以蛤蜊丢下去就已经算是完成了 对 好 那你今天搭的是面包嘛 那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搭别的东西 可以加 意大利面 你可以把意大利面直接加 煮好的意大利面直接就加这个汤里面 这样子也是可以 好了 那汤匙上面有什么 这汤匙上面那个就是 那个牛奶 那我们现在要来盛盘了 要洗漆 你看这里面有马铃薯 还有芹菜 还有蛤蜊 那我们刚才那个蛤蜊呢 这边 五个 把它叠起来 还有吗 把它切开小小 不是有五个吗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好 然后呢 我们放上它的叶子 没有煮过的可以当装饰吗 可以 它有洗过了 那芹菜是可以生吃的没问题 好 好了 所以我们先大功告成了 对 在这里就说蛤蜊还能够做成 什么样的汤呢 我觉得变化难多的 蛤蜊的话 这边可以浇另外一个蛤蜊汤 它叫做曼哈顿蛤蜊汤 它就是不是这种浓汤底 我们不放面粉 然后它是清汤 但是它有一个主要是它会放 这样它就是清汤 好 我们的蛤蜊炒当中 已经完成 对 美国开动 我们现在我来帮大家装一下 好 好 其实蛤蜊 我喜欢煮成像是蛤蜊鸡汤 或者说像是味噌汤 味噌蛤蜊汤 所以在这里就说 蛤蜊还能够做成什么样的汤呢 我觉得变化难多的 蛤蜊的话 这边可以浇另外一个蛤蜊汤 它叫做曼哈顿蛤蜊汤 它是 对 就是我们在炒好蔬菜之后 对 我们就 不要放面粉 它就是不是这种浓汤底 我们不放面粉 然后它是清汤 但是它有一个主要是 它会放 番茄 所以它其实是一道 番茄蛤蜊汤 所以你就把面粉 鲜奶油跟牛奶都去掉 然后放那种 整粒的那种番茄罐头 然后下去煮 那要煮稍微久一点 因为这样子番茄的风味 才会融合在这个汤里面 这样它就是清汤 其实蛤蜊清汤也很简单 你就加个姜片丢蛤蜊 也就行了对不对 对 那是最简单的方式 谢谢 那这个蛤蜊浓汤 如果你想要做比较 fancy一点 比较豪华一点的版本 你可以放 放龙虾 对 可以放龙虾 就是龙虾汤的话 它就是比较 可能在特殊场合的时候 你就可以煮这一道 好香喔 要需要沾一点面包 沾面包吃会更好吃 一般的话在美国 他们在吃蛤蜊农场的时候 他们是会配一种小饼干 圆形的小饼干 有点像我们的苏打饼干 那种小的圆形饼干 在台湾买得到吗 可能在大一点的超市可以找到 但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 那可以配就是配苏打饼干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嗯 那面包的话就可以直接切片 然后来沾 或者是说你可以稍微把它烤一烤 让它变比较硬 它会吸比较多那个汤汁 这样子那个面包就会很可口 可以切丁状 可以切丁状 你可以切丁状然后烤一烤 撒在你的那个汤上 你要切丁状吗 好 或者是你切完丁状之后 你稍微烤一烤让它比较硬 就像吃外面那种凯撒沙拉的 那种面包丁那样子也可以 嗯 我其实光喝汤我就觉得很够了 你要全部都放吗 其实我那水 蛤蜊要怎么挑啊 蛤蜊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尽可能还是去 传统市场买那个新鲜的 但是其实现在的保存技术蛮好的 它们都有一些真空包装 就是它们其实都有经过筛选 然后一包里面大小也都差不多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方便的 但是真空包装的话 大部分都要先经过涂沙 那传统市场买那个新鲜的话 它放在那边其实在水里 基本上它们可能沙都已经涂完了 回家就可以直接煮会比较方便 对 你们两个 好丰盛喔 喝一下跟詹佳讲你们的感想 很香吗 很香吗 好香 很好喝 有没有温暖的感觉 有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要来做吗 冬天天静冷的时候 还记得怎么做吧 记得 好 没关系不记得的话 放弃的话就可以再看了 对 像宝贝小竹神的脸书上面查询 可以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的心如来到现场 想教大家这一道 蛤蜊巧达龙咖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学 就上我们的脸书上查询 另外如果说家中的小朋友 也想上节目来当小帮手 都欢迎到我们的宝贝小竹神的 脸书上面报名 谢谢今天的心如 还有两个小帮手将军将来 我们宝贝小竹神 下次见 拜拜